行走中原,感受厚重河南 这里是周口市福沟县的大成书院 这个大成书院现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1075年,也就是北宋西宁八年的时候 大理学家陈浩来到福沟做支县 他的兄弟陈宜也一同前往 在这里建立起了一座书院 传道授业解惑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这座书院 这外面是大门,也是第一道大门 硬山顶的建筑 青砖灰瓦 当然了,这是翻修过的 石头上有繁复的雕刻 屋檐下,鹅房确涕 都是彩绘的 很漂亮 当然是近些年重新会的 大成书院 同时呢也是福沟县博物馆 现在的福沟县博物馆 门口 原来 有两头尸尸 现在生了一个 独尸守门 进来以后是第一子音乐 两边 都是乐门 这第二道门 叫龙门 羽翼呢 鲤鱼跳龙门 看这门口 现在上方 弄的就是两条龙 进来以后 看到正中间的 那个主体建筑 是讲堂 两边 为文场 现在呢里面 主要是做博物馆 有一些知识文化的介绍 这里是福沟名人 孔子六义 两棵古柏树 应该都是好几百年的 这里边的池头雕刻 看着还是比较完整的 这下方放的这个是以前排放上的建筑构印 包裹石 包裹石 避洗 背不厌了 这也是一个避洗 很高 中间立着的就是成号 现在我们先进这边的文场 传道画迷 这就是博物馆部分了 大城寺院的布局 以及 点击珍藏 能看到大城寺院的航拍图 历血讲堂 城门历血 重秋冒财 说这个福沟啊 人皆地灵 出了很多大人物 大多都是当官的 杜画中 李孟阳 曹家 罗赞 刘自强 复钩把警 这边主要讲的是中国的书院教育 十大书院 看看十大书院里面 没有大城书院 这边讲的北宋书院与礼学 这地方主要开始讲大城书院 大城书院是 城浩 做复钩支建的时候建的 当时 他的弟弟 成怡 以及 城门四大弟子 都来了 都在这里讲学 他的四个弟子 分别是 谢佐良 油醋 杨石 吕大林 其中城门历血的 就是杨石和油醋 这里面是复钩的诗科艺术展 挺有意义的 我们一个一个看 中间是汉白玉 师佛像 清代的 两边是诗天路 明朝的 这东西很少见的 这是以前目前面的十相声 佛像 药师佛 明朝的 阿难 清世菩萨 都是明朝的 家业 这应该是 某个寺庙 或者石窟里的 坐着的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 这个跌藏菩萨很不简单 看前面 他的坐骑 头是上扬的 这边上一方 节效坊 这是从 包团镇的好港村 弄过来的 好家的 汉代的石木门 汉代的石榻 明代的石浴盆 洗澡用的 这些都是石碑了 木制明 那上面是 木制盖 下方是 木制明 看这很丰富的 那边 看古人写的字迹 非常的整洁 干净 工整 这是石碑上的 北手 上方一般都是 腹系 这来源于 周围的文庙 福沟文庙上的 石碑 两口大铁钟 带表情的 这正中间 有一个石花池 雕刻非常非常漂亮 我们再去另外一边看看 我们看另外一个文场 这个里面展出的是 科举制度 科举在中国 传承了 一千三百多年 古代的官学 太学 国子间 文庙 古代的私学 私俗 古代书院 科举考试 要学习的一些科目 科举是隋唐时候创立的 宋辽金元 不断的发展完善 明清 走向了巅峰和衰亡 这是摩尼的一些场景 寒窗苦读 同事 乡事 会试 电视 金榜提名 状元游街 古代的考生 还是比较苦的 为了防止作弊 用东西一个一个的隔开了 这是考试的流程 古代的贡院 浮沟 历代 出的进士 神界地灵啊 科举终结 从科举开始到结束 总共才出了 七百五十个状元 所以说现在说 这是庄严府 那是庄严府 一般都是假的 没那么多 红竹事业 这个红竹 指的就是老师 这上方墙上的都是名人 伊尹 周公 孔子 孟子 那边 荀子 董忠书 等等 最后我们去看讲堂 力学讲堂 修得很不错 斗拱也重新采绘了一遍 两位塑像 一位是成义 一位是成浩 这里边 主要讲述的就是 二成的事迹 理学的渊源 他们的贡献 著作 成浩在复工 明人赞愈 这个大成书院 我们就录到这里 这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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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去看